麦麻辣的柳丁爱 今天教大家做万能红油 也就是干锅红油 首先准备新一代干辣椒 150克放入锅中 加入清水腌过辣椒 开火煮15分钟 把辣椒煮软捞出备用 然后把辣椒放入料理机里面 先把辣椒打成瓷巴辣椒 接下来开始配置熬制红油的香料 准备红花椒15克 青花椒20克 香果5克 草果8克 排草4克 白蔻15克 桂皮5克 草蔻3克 香叶3克 八角15克 小茴香15克 山奈3克 香沙仁6克 林草10克 香茅草2克 这个就是麻辣香锅红油的核心配方 然后倒入高浓度的白酒 泡发香料备用 锅中加入芥花油800克 放入牛油200克 猪油150克 把油烧化开 加入姜片30克 大蒜瓣30克 大葱100克 炸到金黄捞出 然后下入香料 再下泡发的灯笼椒30克 小火慢炸 这一步要注意 一定要用小火 不然香料的香味 还没有炸制出来 香料就已经糊了 大概需要炸制20分钟 加入芝麻辣辣椒 皮线豆瓣酱100克 熬制出红油 熬制出红油以后 再加入冰糖30克 小火慢熬 熬制到辣椒开始泛白 倒出放半个小时 这样可以让香料的香味 更好的融入在红油里面 半个小时以后 把红油过滤出来 过滤的时候 可以挤压一下料渣 料渣里面的油挤出来 不要浪费 得到的就是麻辣干锅红油 剩下的料渣丢掉 这个红油可以做麻辣香锅 各式干锅或者炒菜 也是可以的 麻辣香料 欢迎上网搜寻柳丁爱 辣椒花椒 各种调味料都有